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详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详曲 我是蔡小军 最近疫情很严重 你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交通 地方发展还有我们的疫情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市议员余三发 小军好 我们松议员张议员 还有电视机器人的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余三发 八哥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宋伟丽宋一座 大家好 小军好 还有我们两位最优秀的同事 以及 我是中三军市议员宋伟丽 伟丽姐好 是 伟丽姐好 第三位是我们中队区的市议员 我们的张圆祥 主持人好 我们两位一座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圆祥好 而说到这个 刚刚说的交通真的很重要 现在都是回归到 以人为本的交通建设跟交通安全 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金融市政府在交通人本的计划当中 到底做了哪些 以海洋大学周遭为例 先来请教渊祥 好 大家对海洋大学印象有几点 好像从网路上的PTT可以看到 这有个家长 孩子要准备考这个 指考要考大学 到海洋大学考试 早上七点半要到海洋大学 有没有公车 然后有没有U-bike 有没有计程车叫得到叫不到 然后怎么过去 所以海洋大学其实是 有现在 现在海大所有教职员生 有一万个 那最近在前几年海洋大学 过去的海事职业学校 又变成海大附中 加起来大概一万一千个的教职员生 那这个周遭呢 是大家我们在 金融市中正区或者各区里面 非常集中的学校区域 你看从翔翁街立德路的二姓 正兵国小 海大附中到海洋大学 这学生数 一定是超过一万三千个 左右学生数 所以刚刚我们讲这个 最主要是针对这个叫人本交通 那人本交通 其实过去我们的观念 在马路上车子要顺畅 塞车就是交通不顺 这个观念要改 应该把行人安全放在最优先 我常常在说 我们在马路上 谁最弱势 并不是铁包人的汽车 也不是骑机车的机车主 更不是脚踏车 而是走路的人 所以在海大附近 最多走路的人 那最近有一些改善 也有一些需要 我具体举出几个已经改变 以人本为交通了 有去海大知道海大有一个旧校门 叫祥峰校门 祥峰校门其实是一个三叉路口 中正祥峰街北陵路三个三叉路口 过去这三叉路口呢 要不就闪烁黄灯 要不就没有号制 那人呢有天桥 现在天桥拆掉了 现在变成四个 这个叫做四个项的 四个十项的号制 也就是祥峰街北陵路 跟中正路以外 还加一个叫全十给人走的 所以只要是 号制阵一启动 会造成车子的些微 稍微等候 过去说这样就不行了 但是你要想想如果没有人专用的这个时校 这些学生教职人员 要过马路是多辛苦 所以已经具体的改善了 现在我们推动的是 海大其实是一个跨着北陵路 非常大的四线道的这个校区 所以我们希望在海大呢 它的新的校区呢 能够两边能够多设一些 也就是跨着北陵路 工学院跟校区当中 可以多设一些我们叫行川 行人穿越道 虽然市政府回答我 已经太多行川了 可是这些行川是过去 在新的工学院校区 还没兴建之前做的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的检讨 市长也在这个市政府 我在咨询都提到 希望把海大这条路 弯曲的路 能够节弯曲直 这不是河道 是道路节弯曲直 这也是好事情 但也借这个机会 要先检讨 还有呢 我们希望在海大做到 要多画一个 在上面看到这个叫 标线行人行道 标线行人行道 这是很重要 其实台北各个相同都会 这条也在基隆 在基隆的三沙湾 中船路一一二项 未来的市政府预定地上面 我们已经当地的里长很有概念 他的进取 进选里长就提出这样的政见 我希望我里内有专用的 标线行人行道 而且一开始没有绿色的 慢慢增加出来 第二个我们希望呢 从刚刚讲是为什么举海大 除了学生多弱势以外呢 也希望能够从校园向外扩张 去注重人行的安全 那有两点要做 除了刚刚讲标线行人行道以外 再来呢就是我们这个机车组很多的地方 妥善地规划停车 不要让机车上的这个人行道上 我们在基隆市普遍有机车骑道人行道 市政府画了很多在人行道上的机车停车的 应该充分地慢慢地来规划 机车专用的停车场 在海大周边很多 大家也很习惯 然后呢就是等候公车 公车现在已经装上了来车的显示器 但是从这个公车周遭的道路 也要做好交通的管理 很多现在 就也要跟市民朋友 就是提供这样的讯息 很多人以为 公车停放的地方都空空的 就暂时在那边临停去买东西 其实很容易就被摄影机射到 或者是被公车上面行车记录拍到 就违法 在台北市这一年检举八千多件 所以千万不要临停 微停在公车后车停这个 还有往公车前面之前 也要划上刚刚看到标线行车行道 让大家安心地走到公车站 这举海大为例子 有这几个来强调 人本交通行人安全优先 以及公共交通相关建设的配套 从这个议题上跟主持人 还有跟我们两位艺座跟观众朋友来做点分享 是 而且其实智慧交通也很重要 像是准点的公共运站倒站系统 我知道原想也特别在议会上有强力要求 就是太阳能电子 电子纸的智慧站牌是不是 是 这个部分是应用现在先进的科技 但是实际上确实是还没到这样的 集中市还没跟到这样的地方 我知道在花莲縣 因为地服务员广阔 那电力的这个架设成本很高 所以现在就直接的公车后车停 架上太阳冷 然后不是用LED显示器 而是用 里面用电子纸 是个纸张可以绣上智商去 相对省电 而且容易保养 LED显示器我相信两位艺座的 在观众当就是里长或者是里内 LED常常看到故障 尤其在基隆 沿海很重 潮湿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有厂商 来推荐这好多东西 我们向市政府来推荐 但基隆是目前还没有做 是 好 那就是给市府一个好好的建议跟参考 刚刚说到的这个人本 以人为本的延伸思考 其实还有极点 要带大家来看我们基隆太平国小 废校华丽转身变成了太平青鸟书店 但是呢 最近有很多民众就反映 内外两样情 到底怎么回事 快来看看 外观新颖又文青的白色建筑 太平青鸟书店 假日总是吸引不少人潮 事工人员忙着进行第二期工程 但开幕以来 周边的照明设备不足 让周边居民倒垃圾 抹黑出门 我们这边的居民 因为他们的垃圾车都到这边来 到 结果因为把这边的一个电线杆 拆到这里来了之后 这边变成了黑暗 整个昏暗 我们知道我们这种是多雨的天气 本来就昏昏暗暗的 你再不用电灯来照亮这个城市的话 感觉这个城市是没有朝气的 所以这边的居民呢 他们上来的话 也希望能够有照明设备 能让他们能够安全一点 这个周遭的环境 其实照明是够了 已经是够了 但是说如果想要再加强的话 这个我们会再来改善 还有地面出现的坑洞 另一侧的围墙 斑驳老旧 明显出现了反差 边的整个当土墙 应该已经规裂到 规裂到感觉是两个连线 不同的连线 就是马上就有落差的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这都应该要重新 重新看拉皮或者整修 重新整个 因为这真的连线蛮久的 因为下面都裂开了 不可能是因为他们这是施工的关系 应该是 杜花树这边应该会再把那个坑洞补起来 因为那个看起来是原本施工造成的坑洞 太平青鸟开幕以来 金融市议员宋伟丽 关心周边的建设 21日邀急的都发出现场会刊 同时也发现 广场上的植栽太过茂密 显得有些杂乱 根本无法显示入口异象 针对景观植物杂乱 都发出说 枯枝尚在保固期限 地面铺路将会请厂商附救处理 至于停车场老旧的墙面 因为不属于二期工程 后续将会建议相关单位妥善养护 可以看到太平青鸟成了基隆的观光景点之后 其实周遭的设施 还有附近民众的反应 新地方新生真的还不少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宋一座 对太平青鸟 其实数据设立在我们中山区 我觉得打造一个文化的城市 而且感觉蛮不错 结果我觉得市政府太急功好异 太早开幕了 让很多外县市的游客 都到此一游的时候大家都摇头 第一个你周边的所有的环境景观都没有建立好 就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VCR里面的 那时候我去会看 我觉得要重新要整修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当游客来到此一游的时候 大家都蛮失望而归的 他们说我一可以看就去西隆港 就是说整个周边的环境没有一个可取之地 再来就是我在议会都已经提过了 就是他们的安全梯只有一个开幕的那天 并没有有一个逃生梯或什么的 可以说你政府机关你带头违法 这是很不应该的 所以点点的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应该要整个环境都打造好之后 再让人家来看 那我想一个抱一个 那别的游客会说到这边这不需持游 那也会护盆 就是说找朋友一起来啊什么的 哇那边真的是很棒 就会大家会无限中把我们行销 就像我们目前我们一日双塔那个地方 有一个塔我非常有意见 它是可以眺望到看到我们的基隆域 其实两个塔都可以看到了 但那个是更接近 就是接近我们的31号码头那个地方 当然东西两岸都看得到 东岸也看得到西岸也看到 等于一个基隆港的那个造景 全部在我们的眼帘里面 但问题是那个腹地非常的小 而且没有停车的空间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一日双塔 然后叫了很响亮 结果连个让游客来的停车空间都没有 好你们说九人坐的 我们老实说九人坐时机技术要非常的好 因为那条产业道路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那如果汇车的时候或者是 如果真的是很多游客来的话 你根本都那个地方根本都没办法去 整个交通就是打劫 不要说人 人站立的地方也都是非常小的一个区块 所以等等的问题我会觉得命名的真的是很好 连我都会感觉到怎么那么棒 我去看一下 虽然在我自己的区内我知道在哪里 但是我会觉得说我就去看一下市政府现在把它打造成什么样 结果一到现场一看又是大失所 怎么是这样 要知道我们每一笔费用 我们每一笔规划 每一笔我们施工下去的都是我们的纳税义务钱 都是我们纳税人缴的那个税金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政府单位应该要 应该要善于用你的 要节省我们的经费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东西要去做 就如同我一说很多的大家台北市来基隆都会说 你们基隆的马路 不过平常说最近马路是有改善很多 是有改善很多 然后我不知道别区有没有这种改善那种感觉 但是在基隆的 但是我刚刚到七度来的时候 我感觉我有好像在坐马车 对啊 就感觉我到底是破 我的轮胎是破胎了还是怎么样 陈博会没再起托 我一言 有可能那可能在我们中山区 所以中山区我觉得最近整个马路都铺了 都非常的平坦 而且蛮舒适的 但是原有的火车站 那个北站这个地方 后面的那个中山一路那边的马路 可能标志涂了又划掉 涂了又划掉 所以那个路面是已经就感觉又有问题了 对啊 骑摩托车的话 不小心的话可能会滑交 对 我觉得这地方也需要去改善 很多东西就是命名命得好 我们要相得益彰 就是要相对称 而不是命名好 结果去现场一看大失所望 我觉得这是我们政府机关要注意的 对 是 所以就是要检查我们景点的周边处事 还有真正这个景点到底的亮点在哪里 就是把它做好 让游客来可以眼睛发亮为止 惊叹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要规划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眼帘部分 譬如说像中山里 它现在在中山里这个地方的话 它应该要把整个围墙 还有我们的路面都要铺毯或者围墙 把它用得更拉皮或者的 结果就像我们刚刚的主题讲 门里门外两样清 完全不一样 就是感觉一个是年线 好像是古早时代的 30年以前的 一个是现代的 有穿越时空的感觉 对啊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 政府单位到底是 我本事不解的原因是 我觉得应该是整体规划进去的 那怎么会是只有做自己的门面 然后结果人家就说修管他的瓦上霜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蛮奇怪 就蛮百事不解 所以伟利一直只要有 就是说需要能够要求市政府精进的地方 他们也都有去做 现在照明设备也陆续在加了 那当然是为了陈伯惠 那停车场也慢慢在设立了 听说是跟立宝借的 我觉得这些都早就应该要去铺陈了 早就要去做 而不是为了一个陈伯惠 我觉得花费得太 我觉得这平常我们政府单位就应该要去做的 就是要好好检视一下当地民众需要的是什么 因为毕竟还是这么多人生活在这里 那打造亮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交通 要带大家来看 基金公路及六二公路的延伸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发哥 好 谢谢小军 那么我想大家都最近都有看到说所谓的基金公路 我们在这个做掉拨车道 为了廉价的问题要做掉拨车道 因为基金公路塞车大家都知道 那为了这个掉拨车道 让我们的交通顺畅很多了 不过当地人就是苦不堪言 因为一些措施导致说我要回到我的社区 回到我们的巷弄里面 没办法左转进去 所以说基金公路的这个塞车问题 我们目前短期来讲的话 我所建议的那个多一些 多一些那个左转中用车道 或者是说把那个车道变成是两个车道 等等各方面的建议案 已经渐渐在落实了 那现在基金公路的塞车 确实是有明显的改善 但是毕竟遇到廉价还是会塞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六二要延伸 照理讲万瑞快速高路 是应该从万里到瑞宾 可是很奇怪 从瑞宾到了我们的中人里基金二路就下来了 离外里还很遥远 所以我们一直说六二要延伸 六二要延伸 可是经过这么多次 要规划说要延伸六二快速道路的方案 已经三个方案 我向各位报告 很明显很确定的 三个都开始附中了 六二快速道路延伸的问题已经不可能了 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我在基隆 我一直说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不要再三个死互同 我们现在有一个好消息是 我们的副州总统在万里 万里金山的人 他们因为核电厂的问题 所以核电厂本身 就要有给他们所谓疏散的 紧急逃难路线 但是经济公路经常塞车 对万里金山的人 不管是在逃难路线 或是就医 或者是各方面的问题 都因为塞车 而影响到他们的权益 那我在基隆曾经建议说 那是不是应该干脆 六二无法延伸 你干脆从那个七堵 高速公路 国道三号 高速公路七堵 收费站那个地方附近 爬过我们的马铃鱼 跑过去万里金山 我在基隆奖的时候 没人理我 后来到金山区的时候 我在节目也谈过 我到金山区的时候 我把这个案子一提出来 当地的两位立委 马上第二天 马上把我这个建议 开记者会 而且交通部也 马上回应说可行 那我就赶快 听到这个好消息 赶快在议会 再告诉我们的市长 说市长 不可以跟人化修 我们这边都不吭声 这样两边都团结合作 中央就绝对一定要做 结果在议会 市长跟我回应说 没有听过这回事 没有这件事情 后来我再问过第二次 他说没有这件事情 结果我在前两天 去到万里参加一个公计 我就问了当地的区长 我说那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进展 我说有啊 有进展啊 怎么没有进展 这个已经到了 那个可行评估 已经在做了 预算都编了 我觉得说金融市政府 真的要用心一点 不要只忙着在市区 做的花花绿绿 灯红酒绿 整个这样 这些关于到金融人权利 非常重要 不要想说这是为了金山 或万里人做 如果多了这条之后 你想想看 如果国道三号那边 要开一条快速大陆 经过我们的优拉玛林 我们这些地方 是不是山上的荒郊野外 也会变成景点 也会变成一个新开发的地方 而且这些人 只达到可以到万里金山去 我们基金公共的塞车问题 不是在解决了吗 所以我们一再努力 一再努力 没想到金融市政府 把我们当作空气 那现在我在前两天 确确实实的证实到这个消息了 已经有可行性评估了 已经规划费已经用了 那我非常高兴 这样我们对基金公共的塞车问题 又往前跨进了一大步 那么讲到这里的话 我真的很期待我们金融市政府 不要再用上次的答案来回答我 因为不是不关我们的事 这个两个县市 如果合作起来的话 确确实实是可以解决金山 万里跟基隆地区的这个塞车问题 对我们往后 基隆的这些山上的这些开发 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那如果说要讲到这个塞车问题 我们又要回到来讲 讲到所谓的那个五人锡的问题 因为五人锡跟这个 因为五人锡我们 很多人在讲说五人锡如果加盖 就可以解决塞车问题等等 所以我告诉各位 因为五人锡真的是 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的努力之后 从上一次那个大淹水 那个上电视国际新闻 从那次之后 我去找到原因在那个 那个五圣街那个地方 找到一个源头 把这些水给排到 排到这个外木山之后 这四年多来 基隆发生过好几次的淹水 我们五人锡里面有在淹水 那现在已经把它建设成一个制宏池 我在节目中也曾经提过 但是我在这边要告诉各位一个 让我很失望的消息 就是说当初短期计划 就是盖那些围墙 其实那些围墙后来都很证实的 都没有效果 短期计划里面 就是我建议那一个 在五圣街建的那个制宏池 把水排到外木山跟那个万里渔港 这个效果显著 可是很遗憾的是说 我在议会 我有向我们市长质问说 为什么中期计划 就是要做制宏池 大型的制宏池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很遗憾 我听到市长的消息说 可能不会建了 用吗 对 因为我们也开过很多次会 从我们到那个外木山那个地方 对 那是长期计划 那个类似有点苏洪道 那个圆山寺分红道那种 分红道那个地方 他现在地点一直在改 我当初建议最节省的方法 他们没做 现在要做一个 花比较多钱的 那另当别论 现在中期计划 我向各位先抱歉 因为当初我给大家 下了很多的期望 我说如果说要建造这个制宏池 势必要把我们的大五人棒球场 要裁掉 因为道人棒球场拆掉 要把他的地下室当成制宏池 当时我就许下了很多宴景 我说如果 好 我们支持这个案子 因为那时候的行政院长 跟我们的蔡总统来的时候 就说钱不够 钱占出 我们听到好高兴 因为我们现在多少建设 都是钱占出 先跟子孙借钱来了 为什么基隆不拿来用 对不对 所以好 当初说 要把这个棒球场 做成这样的时候 我们下了很多冤枉 我说 第一个 棒球场如果重盖的话 你要把那个看台做大 为什么 看台不够 直棒就不来打 因为他没有票房 所以我希望在盖新的棒球场 要把看台放大 以后基隆就有直棒来这边打了 第二个冤枉 我希望下面的制洪池 你可以再把这个制洪池的水 或经过简单的过滤 可以让我们大五人地区 所想要的游泳池 可以完成 我们大的冤枉 希望有一个游泳池 所以棒球场重做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游泳池可以做 第三个冤枉 大五人地区 缺停车位缺得很严重 棒球场要重盖的时候 旁边的腹地还很大 还有自来水公司的土地 非常之多 我希望建一个大型的 立体停车场解决 我们到我们地区的淹水问题 但是我想 我会再结合我们各位议员 在议会 我们大家一起在联手 督住我们的市长 你千万不能当初画了大饼 现在说做不了了 我们真的听得很失望 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 不要让它胎死腹中 我们会结合我们所有的党员 那个议员 继续的为这件事情来发生 来争取 来努力 因为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几年很多建设都是中央给了补助款 基隆市的总预算 一年还是在160亿到180 90亿左右 这个范围在走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基隆有很多新的建设 其实都是从前都已经规划下来的 只是当初钱还没下来 当初的中央就一直没钱没钱 现在中央都说我有钱 这个计划 我有钱 所以现在做了很多建设 都在市区做了很多一些东西 看起来很化效很好 就像刚刚讲的什么太平清鸟 什么什么的 国门广场 国门广场等等这些 其实你说现在在建的那个 那个田鸟河 虚川河的 那个净水计划 从前我们张冲冲市场时代的时候 就已经规划了 只是当时因为经济拮据 我们那时候马前冲冲说要特别节俭 现在政府已经前瞻计划跟子孙 先借了八千八百亿 要五毛可以给一块了 所以现在这些东西都有在做 可是很遗憾的 我想要呼吁我们的市政府 不要只做市区 我们真正很多地方都需要 像我刚刚一直在 我之前一直在强调的 安乐国小的立体停车场 你想刚刚在讲 那个我们演讲议员在讲 那个交通动线行政安全问题 你想安乐国小没有一个门口 可以让家常做接送区 当地没有一个立体停车场 没有一个像样的停车场 安乐国小如果他出去办 校外教学 圆轮车要来 一定要围停在一个马路上 我一直建议说 把后面废弃的这个校园 现在是广场 为什么不把它盖成一个立体停车场 他总是有非常多的理由 一开始说 校园用地不能够使用 我说好 那你如果后来经过两年努力 我就发现他说 如果把后面那个土地切割出来 剩下的范围还有超过两公顷 所以你这个土地如果把它割出来 来变成机关用地 来盖地的停车场 并没有影响到学校 他就是不动 后来我一直逼... 逼到后来还跟我讲 经费太多 你在盖那些 放那些烟火的时候 为什么不觉得费用太多呢 地方需要的停车场 为什么跟我讲说费用太高 一开始众多的理由 所以我到这里 还是要再呼吁我们的市政府 就像刚刚我们韦丽杰讲的 好像市区现在看起来 柏尔路都铺得很漂亮 我告诉你 城市博览会要开始了 市区只要城博会的动线里面 现在柏尔全部铺新的 你说戚主你会觉得路不好 城博又没有到戚主 我想我们不否定 也很肯定说 我们市府团队在这几年 做的一些建设努力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建言 市政府要听进去 像我刚刚讲的 国道三号 既然好不容易 经过我的建议 人家已经采纳了 已经开始在动了 基隆市政府应该也要参与咖 也要提出意见 也要一起加入争取 不要日生事外 再来我们的建议案 就像我刚刚讲的 也是关于到 这个国道三号下面 当初我们 一再建议将你说 把这个篮球场 这个儿童游乐场 已经老旧 已经破旧了 旁边栏杆也坏掉了 地面也破了 建议好久好久 你就是不做 就是说不做不做不做 到后来 跟我们讲 要我们去参加一个 什么什么 开幕仪式 或跟完工仪式 一看 所谓的 到我们森林运动公园第一起 原来就是我们当初 我们建议的这个 把旧的篮球场翻修 把旧的游乐场翻修 然后改个名字叫做 到我们森林运动公园 第一起 这就好像刚刚我们 韋力姐讲的 太平青鸟 太平老鸟 所以我想真的 要务实一点下去做 务实一点下去做 尤其不要只注重市区 真的 尤其像我们安乐区的 中山区也是 中正区也有 有一些比较老旧社区的 有很多需求 我深言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我们三八一人提到 基金公路的那个62延伸 对 因为也会影响到我们哪里 影响到我们外幕山那条路 火海大道 因为只要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 因为很多游客去 结果金山万里那边的游客 因为无法在大五人那个地方 整个交通会堵塞 所以它分流到 分流到我们外幕山的 火海大道那个地方 也塞住了 然后我们那边也塞住 我们要知道 等到那边塞住 就算那边渗通的时候 车辆流量多的话 以后往那个经国学院 复兴路那边 因为要上那个 那个大庆那个交流道 或者是德安交流道 要回台北的话 或回外縣市 那边有交流道 然后新衡兵 我们那边又有一个建案 大型社区 又要在年底 就要完成了 就要迁入了 等于交屋了 那时候整个交通 我想说中山区 是个非常头痛的 所以刚刚三发议员提那个 我觉得蛮好 其实道路 只要政府愿意的话 辟了越多道路 对我们是越有利 第一个土地增值 第二个 让我们交通顺畅的时候 你这个城市 人家会觉得友善 来到这边不会堵车 不会浪费时间 对 是 所以土地不但增值 而且交通顺畅 对游客来说 他们会更愿意 进来到我们基隆 那基隆当然就 又不一样 又更亮 那带大家再来看的是 就是最近不是疫情 一波未情 一波又起吗 那就有不少 民众就在反映 当校园不再清零的时候 学校到底要怎么样 来面对家长 想必三位都有听到 很多家长对你们的回馈吧 我们先请教委理解 我先讲吗 是 我想我有四个孙子孙女 对 那都念国小 那这不打紧 问题是 还有非常多的 这种是四名 一些年轻朋友 在那天当陈时中部长 宣布说三分之一班级 如果有传染到 才会 才会整个 整个才会 就是 停班停课 就你知道听到这个时候 家长非常的惶恐 为什么惶恐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 12岁以下的孩子 我们这些幼苗 都没有打过 那个 疫苗 对 都没有打过疫苗 那我们成人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打过三剂 是非常安全的 以后 就算 懒疑到 也不会得重症 可是现在孩子呢 那12岁以下呢 谁给我们这份的 确定的医学报告说 他们以后 如果传染到 他们只是轻微 轻微的症状 还是说怎么样 完全大家在不知情况之下 所以听到这个 告诉我们 告诉我 就中央 就这个政策 改变成这样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惶恐 家长 我那天晚上的电话 几乎被打爆了 包括我是奶奶 我也很怕 我也很怕我的孩子 为了救学 到时候把性命丢掉 所以说 我那时候一直在呼吁 我们市长 希望说他不要跟进 因为很多县市 他除了遵从中央的指示之外 他另外又定一个滚动式的 我可以到时候 遇到什么事情 我可以怎么做 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份报导 我们的市长 来 我这边有把它 揭露起来 揭露起来 对 只有我们基隆市 唯独我们基隆市 他就直接说 遵照中央的指示 这让我觉得蛮失望的 真的 我觉得我们基隆市的一些家长们 大家应该也很惶恐 因为孩子是我们的幼苗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 万一发生的状况的时候 这些孩子怎么办 对 尤其现在医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只要人生病到医院去 都要快筛 要做PCR 然后一等就是六七个小时 然后很多老人 现在都跟我投诉 他们好像被丢弃的老人 就是生病 不能生病 你只要一生病 就只一个人进去 然后年轻人如果要赔的话 就不能出来 如果出来的话 就要重新要等待那个 当然这个检查是对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就变得很麻烦 我们也遵照医院的一些规矩 因为第一个 我们不希望大家都为了为了关心 而去染疫嘛 对不对 大家都希望说都是平安安全的 但是现在就是 我觉得医界这地方也是弄了 让我们大家都 觉得到医院是一个很恐惧的 好像被遗弃掉 对 就是防疫政策是要减灾 但是呢 相关配套措施也不能少 对 大哥 就是说 刚刚我们维莉姐在讲到 所谓的是属于校园这方面 我觉得说 这次肌肉室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爱心筛检 之前是用爱发电 现在是用爱筛检 为什么 用这些里长的爱来筛检 我想 这一次我们刚谈的是校园 我现在讲的是 在各邻里 在发这个筛记的时候 你知道吗 有很用心的里长他在做 可是他暴露在风险当中 我一个里好几百个人 来跟我领筛记 如果其中有一个人 他们是确诊 那跟我一起做这些志工怎么办 要隔离吗 对不对 他们是不是要被匡列 那用这种情况 我觉得市府你有那么多的单位 你有那么多的在打疫苗的诊所 照理讲这种筛检 应该下放到各医疗单位 不应该由里长来做 有一些比较 我也不想多做批评 有某些里长 你来 我就试骗给你了 他想做人情 有一些 有某里长是这么做的 因为他可能有另外的打算 他准备做什么 所以我想说 用心在做的人 曝光在风险 有心利用的人 把这个拿来当人情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爱心菩萨 市府真的大大大大要检讨的空间 你不应该让这些里长 暴露在这个风险之下 然后他也一个人也做不来 他要好作国有爱心的这些志工人士来 这些志工来这边暴露在风险当中 所以我觉得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检讨 当然我们不反对什么 类菩萨 什么找黑术等等 我们其实对疫情方面 我们尊重专业 但是对于说 你要考量到这些的时候 你不能只考量到一些 政治方面的问题 你要想说 真的事实上的需求上是怎么样 我老实讲 你现在给一个10%了 后来有再补没有错 真正大家踊跃的人 里长又暴露在风险 然后又要被骂 我来了 我来了这么久了 你说一下就发完了 我拿不到 我在排队 甚至要要求说 里长你要把我送到我家来 我觉得没有 我怎么送到你家去 所以里长真的很辛苦 这些志工更委屈 他不帮又不行 但是要帮又怕又难益 所以我想 我们市政府在这个防疫工作上面 我们不做多做苛质 但是在这一个发放普筛筛 筛记的这个方面 希望市政府真的脑筋要清楚一点 是 那渊翔呢 渊翔有没有接到民众的反应 有 这阵子其实大家都有共识 防疫优先 防疫优先 有政府请放心 请安心 但我觉得政府在相关的规划上面 应该再更精致一点 我们现在几乎 配套措施 对 已经已经底定的就是 跟这次的Omicron 这次的病毒共农共存 那共农共存当中 我们 就是说放弃掉清零 就不用再去做疫调 但是快筛的事情 就导致我们政府就展现出来 比如说快筛的剂量 价格 这是在之前要做的事情 这不是为了清零 而是为了能够赶紧发现 有哪些尤其是重症的人 比如说 刚刚维力议员 维力姐所提到的孩子们 这些没有打疫苗的孩子 要把要把注重注重到 第二个年长高龄者 虽然说我们疫苗高龄者 打了八成多 但是高龄者罹患了 即便打了还是确诊之后 容易产生其他的身体上的病变 导致生命上的这个威胁 慢性疾病者 或者先天疾病者 这些都应该先优先的 利用政府所做的这个科技的这些技术 赶紧把它做配偷的工作 第二个是治疗面 快筛是已经确定了 我们未来不管快筛 国家队怎样的成立之类的 但是治疗面 确诊之后并不是在家里 自我管理居家隔离 就会好 我们现在很明显是 政府没有提早做好准备 因为药物还没进来 不是口服药 有人说口服药是做来预防 那口服药 不是是治疗的口服药 治疗的药物对Omicron 对轻症者重症者的治疗药物怕不够 那这讲回来 现在就有两种非常重要的人 一种就是刚刚三发议员提论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民政系统 从里长到基层的公务人员 现在加上 现在已经听到 过去在基隆有一段时间 警察很出名 可是警察量能不能失去 所以PCR还好控制住了 现在消防人员开始 消防人员其实还是去运送再送 甚至很近距离接触 事故发生现场的这些人员 千万不能 它跟医疗也是一样 还有大众运输的公车驾驶司机 都暴露在群聚的状况之下 这些也都要提早的做好预防 让他们天天做快晒 让他们知道现在身体状况 能够是不是 可不可以出勤 有没有感染 然后呢 再来就是除了民政系统这些人以外 我们还要想到 刚刚提到重中之重的医疗 破迁 一天破迁在台湾已经 是细松平常的事情 基隆市破百合相信也是即将的事情 但医疗的系统 如果因为人数增加而 整个倒下去 尤其院类感染 这些医师跟护理人员都染病的时候那没办法 所以 也提到说如何在居家隔离能够接受比方妥善的治疗 回到刚刚讲药物赶快引进 这也是针对这次疫情 我们听到民众尤其专家们提供的一些建议 大家不想确诊 但是人数越来越多 心理压力也很大 能不能有效的能够就在共荣的之下 避免生命上受到危险 总之就是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我再次呼吁一下 我们政府机关 小孩子如果染疫的话 其实他所付出的社会成本 会比大人高出太多倍了 所以我们要记取我今天所说的这些 因为我们的政策真的是 我觉得如果说以这次陈时中的政策 如果我们跟进的话 以后我们的社会成本付出会很大的 是 就是还是希望我们的中央 我们的地方可以好好来面对这件事情 就是统一不要这样晃来晃去 这样民众会无所事从 对 说到这一个就是要 又跟大家一起共荣共享 然后共生成 说到这个就要带大家来看 我们的永续海洋了 我们知道我们海科馆 他们建造了朝靖方舟1号 即将要在4月17号起航 我想渊翔对这就很有感 因为对海洋保育方面 尽了非常大的心力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从一开始提到人本交通 到现在的永续海洋 是否这次在这届单身议员 两个最重要的主軸 然后我们很看到我们这个 海科馆定造了一艘这样的船 这是叫做动力的小船 也可以载客用 所以在执照上叫营业用动力小船 那大概载的人数应该是20人左右 那它是一艘即将在我们的这个 海科馆的所在地 我们叫长潭里望海象 这个海湾上行走 这中间看到的画面是 这个是一艘玻璃底船 我们穿黄色衣服的馆长 也在试航的时候 从这个玻璃的这个船舱底部 看到海底的景象 那它的用意是 希望能够永续我们这个海洋的 做巡防巡翼 然后也透过巡防巡翼 这一片望海象的海湾 我们在地上叫幻帆大澳 幻帆大澳 然后来了解到 我们就是对海洋应该做哪些 海科馆的成立的宗旨有三句话 叫亲近海洋 善待海洋 跟永续海洋 在这艘船上发挥这样的功用 它具体会发挥哪些功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大致上 它比如说利用这艘叫朝近方舟一号 未来会有朝近方舟二号 有没有期待二号会出来 对不起 我用一下 OK 那事实上它会有 比如说文学类的海洋诗词的欣赏 你看到双碰山 尖山载皮象笔眼 这是当地海岸上的 这个岩石的景观 象笔眼比较出名 那双碰山跟尖山载皮 在地人才知道 尖山载皮象才不见了 它本来是一座独立山 就被垃圾掩埋不见了 所以从海上可以感受到 过去的公园与垃圾掩埋场 造成了地景的改变 然后煤矿那附近 我们知道说深澳就在这旁边 以前是采煤矿 采到海底 所以从船上看得到那些煤矿采矿的 遗址遗留下来这些山坡地 看得到海湾保护区的设立 现在已经设立了朝近海湾保护区 然后它设一些观察点 这些透过这些教育的活动 让我们可以更了解 大家如果记忆还存在 其实有两次这个海湾上 这近15年左右的时间 做了两次的叫做抗争 而且是全激用式的共识 大家记得有个深澳发电厂 当时在2003年第一波的时候 那时候在担任里长 为了深澳发电厂扩建 要在这个海湾新建泄煤码头 在这上方的一个 这张图 要做这个黑色的大怪物 泄煤码头在这边 然后呢 让煤船可以进来停靠 然后盖煤舱 那当时这个泄煤码头 我们当地的渔民朋友都非常反对 因为它会照浪啊 然后破坏海洋生态 那时候就产生这样的概念 然后集体退掉 2003年 2012年过了9年 卷土重来 他说码头不用了 我现在不用码头 码头移到瑞芳瑞滨 就是刚万瑞快速道路的 另外一端 东端的这个起点 那边有现油的码头 但是那个时候蓝煤发电 已经不被接受了 现在台湾不能盖蓝煤电厂 从那时候就开始 所以第二次击退了 所以才有现在 在我们很漂亮的这个潮进的海湾 有这么多的游戏 或者是海底岸上的这些景点 大家去潮进公园就看得到 但这边是一群 热爱海洋的人保护下来 我们现在更期待的 海洋潮进方舟 它不但能够给予 民众观赏跟欣赏之外 给予教育 全台湾的海岸 几乎都是水泥化了 几乎都已经变成是 所谓的人工的海岸线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基隆市 现在又发生另外一个海洋的危机 又2012年到现在刚好 又大概是10年的时间 为了我们人员的转型 我们觉得天然气发电是一个干净的 这个叫做一样是一种叫火力发电 就是说燃烧这个化石燃料 去产生的一个电力的来源 但是它相对的比煤炭跟石油等等干净很多 不过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做出所谓的 要盖这么大18.6公顷的这个填海罩路 这18.6公顷等于443 446座篮球场上的大 而且它只是过渡性 天然气发电 未来也不会被接受 才前不久政府已经推出了我们2050年 所谓能源转型的相关的轨迹 要变成是所谓的再生能源的发电 而这个变少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朝鲜方舟 又要在朝鲜海湾来保护着这个历程 来详细地引出我们民众们 对于在基隆市在发生填海遭路的事情 要极力地共同地再一次来击退这样的事情 会有替代方案 只要不去做天海遭路 我们相信我们政府可以 这个时候才是有政府请放心 不要再去像刚刚我们议会参发议员同等 去跟姿子孙孙拿钱来用 这姿子要留给姿子孙孙来万事的 永远地使用 这一块漂亮干净的海洋海岸线 所以我们在这边再一次的 藉由我们这个节目来呼吁 其实我们基隆市议会在这一届做了很多努力 曾经共同过半数提案 要来请台电协和发电厂退回这个填海遭路的这个方案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看不到台电协和发电厂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些替代方式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 甚至这一届的议会两度做了这个市政考察 去到了协和发电厂 到目前为止还是看不到有什么改善的事情 最后最后再一次的强调海洋的永续对我们很重要 你看这一镜是天气晴朗 就一大早昨天也没有报什么气象不好 有人开始过来气象局没报准 早上不止基隆台北 所以整个大雨很多人是被大雨的雨神豪大雨给吵醒 不是下醒 那出门淋得这个就是落塘即逝的 所以这是大自然对我们的反复 那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对海洋的调节 对海洋的注重 是非常非常需要在用心 然后要坚定的意志来帮忙未来环境变得更好 人员的转型也好 就是气候的变迁 保护大地球重中之重 做好人员转型 我们来配合 但不要因为要做人员转型 而牺牲了我们的大自然 牺牲我们的海洋 我借这个曹进方舟一号的这个话题 跟大家提到这样子 是就是要营造幸福的生活 我们就从永续开始 同样呢就是还是生根基成的 我们先请发歌 在安乐区其实有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亮点 在安乐区来讲 老实讲等一下我们 我想我们美丽姐也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外幕山 外幕山我想这几年的努力之后 我还是再继续强调 我一直希望说我们基隆市政府 真的一定要听我们的建言 把秦宏府跟外幕山这两个景点 要把它给串联起来 两个小景点加起来就是这个大景点 那这很可惜 因为现在我们自己生出来 孩子吃不去 所以放出 放出要把人吃 现在放给那个 北关处 北关处在养 那变成说你既然放给别人养 你没办法去管他 你也要去关心他一下 跟他提个建言 把这两个串联起来 那因为老实讲市政府本身 有在努力 我也不能否决他们 不过还是有些东西 真的是要听听我们议会 这些议员的声音 比较说 好像我们公公的会听 他做他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实际上 我们争取出来 比如说像各位报告 你们这期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基隆市的公车 换颜色 那也是我在议会里面 我们几位议员一直在努力 市長说我们基隆的公车 10年以上只有6部而已 我觉得不对吧 到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有三分 将近三分之一的公车 都超过十年了 50几车 不是6车 所以经过我们在议会 一两年来的争取 最近这几个 我们终于看到新的公车 终于买来了 那我也经常在讲说 公车抛锚的问题 我都有实际的数据 来给市政府 让他咬口无言 你真的不要再美化这个 用美化来告诉我们 只有几部旧的 没有多少部故障 在什么地方故障 我们都可以明确告诉你 所以因为经过这种 而且我们公车的 破破烂烂老老老旧旧 我们经过我们一再的争取 现在公车 新公车买来了 然后现在旧公车 也会开始换上新装 这是我们觉得很高兴 不过有一些市民 会很纳闷地问说 御元这部新车 怎么上面写2012 因为那个是老公车 跟人家买老公车 买八年以上的老公车 回来基隆 把它喷一喷 喷新的 我想过渡时期 基隆的经费不够 公车数的亏损等等 我们都能体会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大家的努力 希望基隆市政府 要能够再继续接纳 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从基层带来的声音 希望基隆市政府 能像这次一样 经过我们建议 把这个公车 有再增加一些新的公车进来 往后当然也希望 还有另外 包括说我们的建议 现在吴仁熙不淹了 还有说我们讲的基金公司 现在比较不塞了 都是我们基层 听来的声音 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 希望基隆市政府 跟我们一起 为我们大家来做事情 谢谢 我们最后剩下两分钟 把时间给韦力接 谢谢 我想刚刚三八一年 有提到就是外木山的 那刚刚我原想有提到 我们的所有的海岸线 都非常美丽 我想大家去过外木山的 都可以知道说 真的是那个是非常 人家说天然的 天然的 非常自然的美景 那唯一的就是 身上有落石会掉下来 那相信我们两位艺座 还有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都在一直希望说 市政府能够做一个 那个监控的 就是说万一发生任何危险的话 就可以事先知道 然后把那个路给封掉 我想这应该是可以做得到 以目前的科学的方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在这边也想说 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因为外木山那个地方 最近经常有露营车 露营车 他们自备的 自备的露营车子 然后开到那个地方去 公车那附近去停 就让我就另外一个思考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规划一处 作为露营车停泊的地方 做一个专区 做一个专区 我讲第一个 让外线市人来的时候 会觉得说 哇 金融有那么美 事实上他们会帮我们宣传 当然都会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我想说 再来就是 我们可以增加收入 为什么我这样讲 我们使用者付费 跟他收费嘛 对不对 你停泊在我们的土地上 你看我们的美景不用钱 我已经给你看免费的 免费的美景了 最起码停到我土地上面 我跟你着说一些 清洁费总要吧 对 你市政府又可以 又可以进入库 对不对 这样多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我觉得 礼拜六、礼拜天 或者夏天的时段 事实上可以说 一个礼拜 暑假期间一个礼拜 可以弄一、三、五或二、四、六的 在那个海星招摩会那个腹地 北关乡已经做了停车场 那边很大 有时候没有停满 事实上可以做临时摊贩 你知道吗 对 或者是说找一个腹地 因为我觉得没有摊贩 因为夏天 老实说 现在失业的人有多少 那你如果说 让这些人着收 着收一些经济 或者一些打工的学生 什么的 我觉得 然后你市政府 事实上这块地也可以租 又可以收入 这何乐不为呢 有人潮有前潮 多好 对不对 所以在此 呼吁我们市政府 是不是可以 将伟立这建议 就是说纳入 未来的一个 就是规划里面 这样子 真的很棒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一座 带我们看来交通 观光 疫情 还有我们的地方发展 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感谢三位 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